我们要讲的完全不是你想的那个故事 尊敬的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收看本届中韩TV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群神秘少男少女在韩国的奇妙之旅 当每个男人认真起来的时候就是最帅的时候 再让我们Loke一下时尚最豪华的阵容 最壮硬的时刻 连奥巴马总统也写保镖参加了我们的开学仪式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学霸四人组 他们拿到了韩国的第一个奖项 在韩国 我们又相信了韩庆 李徐教授在课上展示了他神奇宝箱 作品展上每个同学都拿出了自己最努力的作品 比如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让我们来Loke一下吃货的生活 这是学校的配餐 马哥 你怎么看 不过吃货是不会欺负的 即可的他们总能找到美食 比如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马哥 你怎么看 现在给大家补吃一下吃烤肉的正确方法 首先要把它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羊 温柔对待 然后 吃 but 大家千万不要暴影暴食 否则会像他们一样惨不忍睹 出席天 在老师的怂恿下 我们参观了韩国美女与野兽的聚集地 G-STAR 美女有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加油吧 学弟 学姐指的帮到这儿了 我们不敢抱美女还不敢抱你吗 配偶婆 配偶婆 青兽快住手 你会把丧食捅出来的 不会吧 同学 这也能吓鸟 走你 白马走过头穿越 杀手 快放地回去 不会吧 这也能穿脱实袋 穿跑偏了是咋回事 不是我 压得终于穿队了 好的 本期的TV也快播放完了 最后给大家送上一些节日祝福吧 我们在韩国工作大学 祝愿多媒体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 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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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